当时第一次发现的时候是在祈祷的时候 然后发现是外面长了 然后也自己观察了一下 然后没有扩散也没有长大 就是一开始没东西 一看就自己观察了 然后过三五天之后发现还在 还没有消失 然后去我们当地的医院去做了一下检查 然后是一个什么游望 那时候什么也不知道 之后他给安排了做了激光 然后激光过了没多久之后 发现里面有一点点痒 然后又需要做检查 发现是长到已经长到里面去了 然后在里面也做了激光 后期然后到南京这边来发展 然后也没有去复查也没有怎么样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是感觉里面又有点痒 然后去那个南京那边去检查 去做治疗的 当时他说又长了 又有二线面积的话 比之前还要大 当时是给我做的激光 做激光之后让我进去复诊 复诊之后他还说还有 然后第二次去检查 去做治疗的时候 就是他推荐我做一张光动力 然后我问他做光动力的效果 会不会好一点 是好一点还是相对价格的话 是比较贵一点的 然后我想了一下然后反正做吧 然后做第一次光动力的时候是比较疼的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他是让我临时去但是我又有点吃不消 那时候经济小经济也比较紧张 第一个比较痛对吧 然后做第二次 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再去检查的时候 他说我里面长了一个面积 差不多有一个枝脚 该那么大的比较厚的 当时他说是让我先做激光 然后再做光动力 当时那天就是又做激光 又做了光动力 然后有点吃不消了 在网上搜了一宿 然后搜到南京圣贝这个医院 有一个中药 中药的抛弃 然后当天晚上是跟这边的医生 就是联系的 因为真的是睡不着觉 然后后期是在南京圣贝这边 做了一系列的质量 然后现在也痛苦了 可能现在好了就成了 回去了嘛 可能气候各个网络都可以放开了 但是平时 不容易在网络给他做的话 就行了 然后平时上班的话 就不要太磨泪 还有不用熬夜之行 就是以后不要避免 就是在这种感染 比如说 去住了以后那些公用的物品 就不要再遮住他 可能现在也好了 可能就进到上面就可以 可能有什么事 微信啊电话啊都有 随时联系就可以了